先請教貓貓 因為這個牽涉的公司非常多 但我們今天要進入一個叫做 時間的公司 那這個時間公司 因為你有去挖 你本來一開始說有跟陳志涵有關 不過今天週刊講的內容說 去接觸也是代計權 沒關係 沒關係你等一下可以進一步補充 我們先看這個時間公司 他有一個商標權 他上面寫什麼 這個這個字拼肉肉 肉肉是什麼 多肉植物 他本來開這間公司要幹嘛 我要用多肉植物 然後我還找出他的這個營業相關的項目 非常多元的包山包海 可以當中紅 可以當大門湯 也可以當廚具衛浴 有油漆 有不動產買賣 有產品設計 有景觀 然後有會議什麼展覽服務 到下面就是花卉零售業 有樂器 真的是包山包海 非常厲害 可是你本來原本的宗旨 是要拼肉肉 是多肉植物 結果怎麼會放一個變成什麼 有三筆錢 是1000萬的這個大單 然後說其中就是影音的服務 幫柯文哲拍了一個他的什麼 國事會議的影片 等一下我們來講影片 那個影片拍得好不好 那貓貓這一邊你是怎麼樣來挖掘 那這個時間有什麼樣的問題 是這樣 因為就是這個禮拜六日的時候 因為柯文哲他們就避不見面 記者打過去 他們就說我們在開會之後 我們會釐清 我們下禮拜一會開記者會 那大家就開心了 網友們就覺得說 那你的帳真的有問題 那我們大家都要去挖 所以就這個六日 大家就瘋狂去挖 然後瘋狂去找說 有哪些的那個公司 可能有問題 那其中就有人先挖到這個 時間的這個 這間公司叫 時間有限公司 時間有限公司 然後就覺得說 這些公司好神奇 它以前不叫這個名字 然後它改名 改名叫時間之後 過了三個月就接了 柯文哲三筆的案子 總共加起來1000萬 拜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想說那我也來查查看 我就點了一下 他追蹤的人 他追蹤兩個粉絲團 跟一個人物 一個人民 那個人民點進去 一個女孩子 馬來西亞人 那這個馬來西亞人 他有幾位好友 都是國外的 但是中間就一個 很顯眼的台灣人 我就覺得 那應該是這個台灣帳號有問題 住在大安區的台灣帳號 有問題 我就點進去 這個台灣帳號是A開頭的 那我點進去 看起來他好友只有9個 就感覺應該是小帳或假帳 但是我本來要走了 但是他旁邊就浮現了幾個好友的大頭照 我跟你講 要是陳志涵再浮下面一點就看不到 他剛好 還好他朋友少 剛好就浮到第一千兩 我想說 我這樣關掉的時候想說 這個照片好眼熟 這張照片超眼熟的 就志涵姐姐 志涵姐姐他的本帳 這是他本帳 因為他有粉專跟粉專 這個就是他本帳 然後這樣就可以聯繫下來 這看起來就是一個 註冊一個小帳 然後他專門管理某個粉絲團 但是因為他幫業主管理粉絲團的話 他可能要跟業主有聯繫 怎麼樣的 所以他就加了陳志涵好友 就跟業主的窗口有聯繫 包括幹嘛加他 包括陳志涵看他這個 只有九個人的假帳號 為什麼要加他 所以很明顯 那是不是就是他的窗口 結果他禮拜一一大早好兇 一大早開記者會罵我 對啊 對 把我罵得好難聽 還發文罵我 說他的好朋友也有總統府高官 你怎麼不連連看連到那裡去 現在是從你那個A開頭的小姐 再連回來的 不是從陳志涵連出去的 對啊 我是從這個A開頭 連到陳志涵 我幹嘛要從你這邊 再連到總統府高官去 那當然就代表說他 那個他跟你之間是窗口 然後那天記者會他怎麼講 他講說那個 他完全不知道 時間這間公司 時間有限公司 他完全不清楚 他說我第一次聽到這個 明日這幾天查帳的時候 我才看到這間 時間有限公司 然後那接下來記者就問他說 那你怎麼會加他們好友 臉書加好友 他說就去年有委託他們 就是拍影片 然後拍影片之後 他們要幫忙下廣告 然後要開後台給他 所以我們就加了他好友 我就想說不對啊 你前半段講說你完全不知道 不清楚不了解 後半段怎麼變成說 你就是有下廣告開後台給他 那你開後台給他下廣告 這個不叫做窗口交流 我們當然知道他是主管 他可能交辦之後執行就是他下面的人去做 那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跟他有接觸 然後現在講說不是我接觸的 我不清楚 我不了解 沒關係 因為其實這一筆錢 要怎麼來看 我覺得算過期的人 而且我們像我們是在做節目的人 我們會非常有感覺 我如果是這樣一集 因為他其實影片也沒有長 16分鐘 我們是做兩個小時的節目 按照他這種批價的話 報價的話 我們斷翻了 跟你講 因為他有14集柯文哲叫做 KP國事會議 那我本來說坦白的 在今天討論之前從來沒看過 今天第一次點開 點開之後 我好奇說 那拍影片 總是要看出價值在哪邊 比方賴蕭沛就有在路上 是不是廣禍大家的回想 是那一種嗎 我本來的想像是這樣 我一看了之後我又非常失望 我們今天來賓 現在目前已經超過 快要超過我們的位置坐不下 我們有7個來賓 對不對 他沒有 他獨角系 柯文哲自己獨角系 然後講他可能什麼政策白皮書 有教育的金融 本來各式各樣 這個一集多少錢 大家猜猜看 70萬 一集16分鐘 一個人自言自語 幫忙上個字下個標 70萬 來 我先請教一下 柯文哲要付人家那個授權 我覺得現在很多節目製作人 可能包括本節目在內 最後會 當時沒有成立公司 跟柯文哲做生意 這生意太好賺了 我先講一下這個時間公司 其實兩個關鍵人物 第一個就是他的代表人 他代表人是賀玲 第二個就是他的時間的窗口 也就是他網站的登記人 叫什麼錢雪茹 這就是剛剛貓貓提到的Amanda Chen 這個錢雪茹 他過去在中國 因為他是中國市場專家 他不是台灣拍片專家 他自己的履歷上面號稱 他是中國市場專家 過去89年都是在中國 從事顧問事業 從事顧問事業 結果他是2019年 就已經去登記 這個時間有限公司的網址了 大家不要忘記 他更名 這間公司更名成時間有限公司 是在選舉期間更名的 更名之後三個月內 柯文哲會一千萬過去對不對 但其實這個網址 是Amanda Chen 錢雪茹 過去在中國從事顧問工作 時間的時間點 就已經登記了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確實這個整個過程 有一點怪怪的 但是為什麼說 借殼上市就這樣 這個公司其實幾乎就兩個客戶 一個是過去這個職務 跟一些小型的裝飾物品 另外一個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一千萬的一個大筆生意 但是過去他預謀好 就是2019年 這個公司就已經登記他的網址了 後來做的就是柯文哲的生意 所以這很有趣 但後來我去拼湊了 我整個去思考了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奇奇怪怪照目上的 這個問題要釐清 後來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認為柯文哲 他所有處理帳戶人員 全部都放他最忠誠的人 對他最忠誠的人 也就是他從頭到尾沒有預計 這會出問題 他相信這一群人是不會出賣他的 那他這一群人的關係企業 後來問說為什麼兩千萬九筆 做給這三間公司 這三間公司都是民眾黨的關係企業 可以這樣說 對不對 包括這個石勒 包括尼歐 包括這個 包括尼克 都是關係企業 所以這個事情 如果沒有爆發出去的話 大家如果都乖乖的 沒有把這些事情講出去 口風很緊的話 那從頭到尾 柯文哲不會有問題 那我最後指一件事情是這樣 柯文哲的作帳 真的是非常大的問題 這件事情就是很明顯 這個是一間公司叫利鼎 他已經出示這個捐贈的發票 捐贈給柯文哲 他有兩筆總共 第一筆是兩萬四千八百四十元 結果柯文哲為了躲避監督 他為了希望說 不要把利鼎的名稱公布出來 他把它拆成三筆入帳 那為什麼拆成三筆入帳 大家會好奇呢 就是因為在我們的現行的法規下 只要是一萬元以下 是可以匿名捐贈的 所以因此他兩萬四千塊不能匿名 拆成一萬一萬四千八百四十元 可是這樣沒差啊 就是說我如果金額是對的 他當然是有他的心機 但是我金額還是對的啊 你金額對 但是你不要公布那個捐贈者是誰嘛 所以很多人透過這方式來逃避監督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不是單單會計師的問題 因為會這樣做 一定是高層授權他們的 包括這一筆也是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八 拆成兩筆 所以我最後只是回句話 回來講一件事情就是這樣 這一件事情 只能單是這個會計師去扛嗎 會計師幹嘛去扛 這件事他幹嘛 為了客戶者去坐牢 你忠誠不會忠誠到這個地步 為什麼會有帳目上猜成 這樣要匿名處理 為什麼會有帳目不清 為什麼金額都不起來 就是因為從頭到尾就是高層授權 我先更正一個資訊 這家拼肉肉 並不是本來要賣呢 這個肉肉 因為你看人家註冊日期 是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八號 二月十六 所以呢 他是選後的事情 又什麼 他因為客戶者那邊 海繞了一筆之後 去圓夢去賣他的多肉植物 也沒有 這是他另外接的案子 這是他第二個在接的案子 對 那現在在line上面 其實可以找得到 就冰漏肉商標是一模一樣的 會賣一些可愛的 這些 一些盆栽的一些造型等等 你可以拿去 不是啊 我本來做影音 我賺千萬 然後什麼選完之後 我又改去賣多肉植物 因為他是已經 只有客戶者會包給他 而且這金額的關係有問題 為什麼要討論這一題 是因為說柯文哲他涉嫌 用一些親朋好友 一些所謂人頭公司 然後用高額錢 把他的政治情形洗出去之後 事實上拿到很少的一些服務 中間的差價到哪裡去了 是他的這些親友們轉走來 回到柯文哲自己的口袋 這個是檢查要查 為什麼我們沒有講到這個 因為今天靖州刊一出來 他講到說 這位被視察猫發現 叫簡雪儒這個人 過去曾經在靖文學 當作用過行銷總監 所以跟靖州刊是同一個集團的人 然後他們就去說他離職之前 我們在靖州刊 在靖文學離職之前說 他要去幫柯文哲做事情賺錢了 對 果然大賺一筆了 因為剛剛講到這影片嗎 我們把它截圖 90%的時間就是柯文哲一個人 在一個綠幕前面講話 其他時間拿圖庫的這個圖 你說綠幕 那連道具都不用 綠幕 我們這個背板也是真的 十幾樓換多錢做的 因為如果這個背板不是真的 我衣服會變痛 他那個 他實施局面有一集 只有一萬多人的點閱 沒錯 大概就一萬到五萬的點閱 那以這樣的一個成本 一般去估價 大概五萬到十萬就可以做一支 就是他七十萬 那你給各位觀眾一個 這個簡單的概念 他報到一千萬的話 這個做了總共十四支 那一千萬可以做什麼 像是蔡英文跟賴欽哲那支在路上 那個成本大概 整個估價價會大概四百萬 那個質感要四百萬 那如果只是做這個的話 十萬一千塊錢可以搞得定 如果柯文只要找我做的話 我可以打八折 八萬塊錢 我就幫你處理 而且還會有賺頭 那意思是什麼 等等 你說一支十萬塊對不對 十萬塊乘以十四多少錢 一百四十萬 一百四十萬 這價差差很多 差八百六 你這個水準的影片來講的話 就中間就有六七百萬的價差 不知道跑哪裡去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柯文哲賺到一堆之後 現在在那邊拼肉之後 就開始賣多肉植物 類似的狀況還有很多 柯文哲他支出給生動創意嘛 今天這個最新的這個網友發現的 那生動創意呢 總共給了兩千三百多萬 其中有一筆五百萬 是給正升電台廣告費 先講 生動創意 目前他的這個創辦人 叫做莫耀宗的 他過去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就是正升廣播電台的營業部經理 自己在公司那一部不做 才發現說出來做柯文哲生意比較好賺 怎麼類似的情節都是一樣 這跟謝國良的謀的情緒好像 我一直以為是圓夢大使 幫一些平凡的上班族 一些小主管 每個人出來開公司之後 就大翻一筆 就變千萬瘋了 你忘記那個電動車 不是也是那個什麼行銷風司 然後就有一個人就說出去 他們鼓勵他創業 也是很像 這幾根小草 有些是長成大樹 有被灌溉到 那這個問題是在哪裡呢 說因為電台廣告費五百萬 並非常態 賴清德他花了十二萬找認真 其他比較多的 像賴昆辰花了十幾萬 然後這個陳冠廷花了十萬 也就是說金額大概就是 在一萬到十萬之間 因為電台群眾說實在的 比較沒有到電視那麼多 相對的金額來講的話 也很少超過十萬 你一次播了五百萬出去 是其他候選人的五十倍 然後金手的人卻又是原本 就是這個電台裡面的 營業部經理 那這個人是不是柯文哲認識之後 然後特別這樣做 這個錢是不是真的 花在廣告費用上面 這個檢教也會查你有沒有福報 第三個裝潢費 大家也在討論 你一瓶 這個他總共有80瓶 結果你花了大概一千六百萬元左右 去做裝潢 今天金額又寫更高了 因為昨天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不是一千一百五十萬嗎 然後後來說短報了五十萬對不對 然後他今天寫的 這是他寫的 那我們不知道說到底實際金額 那起碼那個設計師 那個設計總監說 我們有收一千兩百萬 起碼有這個數字 對好 那問題就是在於是說這個數字 就算我們用比較保守的方式去估 也不是很合理 因為他只用五個月 只用五個月 你不用用什麼塊木啦 也不需要去記大地進口食材 他沒有用塊木 我給你看畫面 沒有 他長什麼樣 這個是外觀 外觀 反正就是大片的那個落地窗 然後裡面 這個是很正常的那個 辦公室的天花板 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技術 椅子也是很普通的椅子 桌子也是很普通的桌子 再給你看另外一張 這個 像是這種櫃子 一 我們對面那一間公司 我們要幫他打廣告 某家具公司 某家具公司 如果他從那裡買的話 對對對 大概就是一千 來自北歐的那一家 一千出頭而已 柯王哲的團隊會說 這個是來自歐洲進口的 所以一個櫃子可能20萬起跳 不等 然後旁邊 這個是他們在宣傳說 好 那我有什麼政策 什麼政策 一用一用那種 這個是鐵架的推來推去的那一種 這個也是非常陽春 這個可能也是幾千塊上下吧 一般的小資族剛成屋 去找人家裝潢 設計家施工大概一坪5到7萬 然後你一坪都看到14萬 這事情就是豪宅等級了